好您看到呢 现在大家已经是在关注2024了 那么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 现在是不是有意再这样2024呢 2024呢同时呢 是要来挥舞着国民党的旗帜 又再次的引发了争议 现在党籍问题呢 现在又成为争取国民党提名正当性的基本门槛 那您可以看到在过去 曾经作为一个失联的党员 那么在2019年回党 但是因为没有被提名参与总统再退党 结果最后呢 在五个多月的国民党的身份之后 现在这一回可以看到 又因为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卡关 但是呢 现在郭台铭在脸书上说 心系台湾啊 那但是呢 是不是在参加 要来参加这个大选 他说他在等国民党的一套办法 我在等一套办法 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说他发现个人再多的努力呢 也撼动不了现有国民党的分赃 以及腐朽的文化 那么到底是什么一个办法呢 现在难道是要国民党在量身打造 一套新规则吗 但我们可以看到 在先前在包含了 2022跟2024的相似之处 也要让大家来观看一下 首先呢 国民党取得了地方大选的这个大胜 但是党主席想选支持度不理想 那么郭台铭被指出 想要参与总统大选 这回是不是又再次可能呢 又会有这样的一个雷同处 或者是要再出来选 现在根据我们可以看到 有台的民调做了一个 谁最适合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 你可以看到呢 郭台铭先生来到29% 这样的一个支持度 韩国瑜21% 那侯友宜呼声很高 19% 张晓忠14% 朱一伦9% 赵少康5%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民调的部分 现在有人认为说 这个比较偏绿的一个媒体 做出民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担心 事实上最后是侯友宜出来选 所以这个民调呢 也让大家来参考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郭台铭有意在战吗 同时呢 也表态 要来征返国民党 争取停民的预认 但现在国民党 是不是又成了工具党 以及大家再想一想 如果民调再输的话 最后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 现在在2024 全民想要下架 民进党最后一里路 在民进党的部分 初选结束之后 开始团结了 但是呢 国民党的部分 是不是分裂才要开始呢 当初爆气 退出国民党的郭台铭 似乎有意再批 国民党机参选2024 不过还要国民党想办法 如果国民党或朱立伦 睁开特权后门 支持者会不会气到爆炸 现在非常明显 就是在等所谓的2.0的办法 如果一个党没有自己的党格 没有自己最基本的一个玩法 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人设施的话 那这个党 不太会受到人民的支持 外界也质疑 若正像2019年一样 给郭台铭荣誉党员就地合法 恐怕将重演2020总统大选 提名乱局 未战先败 所以是很担心 非力联盟范围是在哪里 到目前为止 没有很明确的规范 或者一个说法 我们也不希望 这个四年前的这个事件 重蹈覆车 朱立伦近期 他又和新竹市长高宏安 同桌同框 外界质疑 难道真要为郭台铭量身打造 回党条款 密谋要卡红 有人则呼吁友宜 对2024快点表态 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好好的尽心尽力 努力 扮演自己的好的角色 总统的初选提名 党中文决定 有志于要选代表国民党 选2024的所有大将们 应该要及早表态 民者质疑 当初怒骂国民党回党真大胃 若又开了特权后门 就怕2024 民进党又要跟国民党说谢谢 记者谢红楼李选 SNG小组新北报道 好看到呢 郭台铭先生2019年 那么公开退党 这件事情当时闹沸沸扬扬 现在说可能好参选 松口参选2024 并且要等国民党一套办法 现在媒体员陈慧文就说 初选输了郭台铭不甘愿 发动调试民调 在绿媒攻击国民党 跟韩国民就是高宏安 好大家也还记得 当时这件事情 那么现在呢 是不是还有可能 真的有一套量身打造的办法吗 现在立委陈慧文抨击说 这几年啊 有同舟计划 能够化解党的问题 但是不应该是 以参选总统的前提 来作为条件 听听他怎么看 跟国民党分手的当时 闹得这么难看 我都觉得他去年前年 有很多很好的机会 去化解这件事情 毕竟 朱主席上台之后 也有同舟计划 我觉得他不要以选总统为前提 来谈要不要回党 那这就有一点太现实了 有一点比较伤感情一点 我感觉就不要这么漂亮 那另外就是说 那还是他要恢复党籍 我觉得因为最近 过去这一两个月 我很少评论这事情 但是好像大家都在讨论 就是反民进党大联盟 在野党大联盟 那我也觉得这个讨论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我看不太懂 因为事实上 国民党已经有王牌了 就是说 以国民党现在的状况 不是说我们不愿意 跟在野合作 跟在野合作 跟在野分赃 这是两回事 大家应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所以大家如果目标一致 当然可以合作 而不是以说 谁当总统 谁当副总统 谁当行政院长为前提吧 这是两回事 这不太一样 那我要讲的是说 国民党是有王牌 国民党是有胜选的把握的 当然没有百分之百 我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就是侯友谊啊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把事情 搞得这么的复杂 对 那除非侯友谊真的觉得说 侯友谊也支持郭台铭 除非啦 我是举例啦 因为我这不知道 这完全就只是逻辑上 除非侯友谊也觉得说 哦有郭台铭选太好了 那我也不用选了 除非是这样 否则的话 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呢 我一直觉得国民党只要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提名侯友谊就好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现在呢 有意要来高举在国民党的旗帜 来参选2024 甚至呢 他也在脸书上发文 说再等国民党的一套办法 好你可以看到 在2019年为了选择回党 失严党员就地合法 在9月12号会被提名退党 那么只有当了五个多月的党员 到了9月20号呢 台北市党部韩文 建议党中央欲未留 9月25号 中常会引发争议被解读 常会决议未留 那么过去大动作的退党 甚至呢 还曾经说 不希望跟国民党有所纠缠 不要再咯咯敌了 绝对不会接受中常委的未留 希望好聚好散 那么现在呢 再等的是一套办法 我们可以看到 在社论部分 包含国民党呢 现在在接下来要怎么样 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难道再次被糟蹋吗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呼声很高 包含了侯友怡如秀燕 都有高人气 那么如果说 一个把国民党当工具外人 要踩着边上位 恐怕会掀起反弹 为什么反复被利用呢 何必失了党魂跟格调 请人家入门再糟蹋一次 来自我们这个 中史新闻网的一个社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国民党部分 退党满四年申请回复党籍 最快九月提出申请 那入党满四个月才能够参选 那拖到明年一月 那初选恐怕就来不及了 但是呢 为什么要来选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台湾民意义基金会的 董事长游龙认为说 在郭台铭好 如果说他没有国民党的旗帜 那在这个部分 没有批上国民党的旗帜 不是国民党籍 认为说要胜选的机会 恐怕是蛮小的 不过接下来也就要来看到 到底党要如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因为呢 这个党籍的正当性 那么现在已经表态包含了 是国民党的总统参选的孙文 学校总统长张亚中 他也说党有党的规定 那么要如何取得资格 要看党跟郭台铭如何解决 前流委郭正亮说 瑞云认为 郭可以打的点比较多 因为侯友宜已经选过很多次了 以及东华大学的教授石正峰 认为说郭台铭呢 现在把国民党当什么 钱多 大家对他低声下气 不只霸道甚至还嚣张 所以现在要看国民党 要如何来解决 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现在再看到郭台铭 又想起四年前的情况 游诗会就说了 他听不懂郭台铭 到底在暗示什么 通常国民党制定的 这个初选办法 应该是针对国民党的 从政人员 郭董目前并不是国民党籍的 那他在等国民党的办法 这个我有点听不懂 似乎在暗示些什么 不过党中央可能除了考虑 所谓的最强战力的合作之外 也要考虑长期在国民党 经营努力的 从政同志的这个心情 那看怎么样处理最有智慧 我们相信朱主席应该能够兼顾 就是党内本来从政同志的 这个长期的努力 以及结合所有最强战力 下架民进党 在2024呢 现在根据这个有台新闻网 做出了一个最新的民调 在这个民调的部分 看到鸿海集团装办郭台铭 获得了29战区第一 那么在韩国瑜的部分21 那侯友以19% 不过现在叫那个民调 也被质疑说 是不是民进党故意的反向操作 对于郭台铭是先捧在踩 前立委郭正郎认为说 网路投票容易动员 因此可信度不太高 立委王世杰也喊出 赖清德已经准备好 要让郭台铭输 因为这个是网路投票 网路投票通常都会用反方向去投 我觉得民调最好不要 不要用网路 用网路是很容易动员的 所以三立应该正规规矩矩 做一个民调 不要用网路 网路真的不可信 郭台铭确实声势浩大 那后勤跟资源也会不断 但是这确实会是对我们民进党 大概有参选以来 有选举以来大概最大的一次考验 但是我认为赖清德准备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认为很清楚赖清德跟我们民进党 一样会给参选的国台铭一个机会 我们看到最近有个绿营的民调 当然都是优秀人才 但是问题是绿营一旦在这过程当中 去分化我们彼此的候选 造成国民党内讧 这也不是我们乐观其成的事情 绿营当然是希望能够在蓝营当中 起到分化跟挑拨的作用 最好能够再挑起郭侯之间的心结 再让蓝营之间内乱 那么绿营当然就是最开心的事情 所以在野党现在还是要稳扎稳打 把自己的初选办法好好地拿出来 那最后定于一尊权利支持 这才是当务之急